來 跟人家加掰掰 你要結束啊 我想說第一次吃完再結束 太好吃了忘記了 湯是甜湯 你們要切一切等下刀子飛過來 不會 大家好我是BB 今天這一集呢我們要教大家做 酥脂甜湯 因為我們上次在逛超市的時候就是發現了 酥脂 然後其實我們小時候就是在台灣 都有吃過酥脂的甜湯 但是因為已經很久很久都沒有辦法吃到 所以就很想念 然後我們上次在逛超市的時候看到 就很精細 然後就把它買回來了 那酥脂呢就是也有人 就是稱為木鼠 東南亞人稱為木鼠 然後也有人稱為粗半鼠 他不像就是 他不像馬力鼠他 或者是煩熟他跟職業 然後他直接拍一點點 然後他也不像就是馬力鼠他小小的 就是他是自立的不管 就是呢 最高度的 對然後 所以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說 酥脂甜湯 首先呢我們就要把它 削皮 其實我覺得它的皮很特別 就是 它的皮長這樣突出 喝起來就是一顆一顆的 說實在 我只看過了兔子的甜湯 真正的原始食物 就是 看過他在餐桌上的影片 你們小時候都有吃過嗎 兔子的甜湯 有 有你有 對 可能有 可能有 可是你不知道他是講怎樣 他 他皮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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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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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是想 嘗試做本 對 但是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就是成功 把它叮著 黑色不明物體 你包著吃 好啦 先 再一次 相信他最好吃的 比他吃黑糖 我家常常都很有糖 他真的很像蟲蟻 喂 我們成功 在台語成功的 給他阿卡 我們這樣子做出來 有點 有點像那個 百變罐吧 真金寶貝裡面的百變罐 像花椒 是還蠻生辣的 有點像鵝辣的 可是其實他蠻好吃的 我覺得 哪有我拉肚子 這樣嗎 那可能是 一定不是那個的問題 應該是你的肚子的問題 是在嗎 我覺得是耶 喔對 然後素素啊 就是 一定要煮熟 才能吃 因為他 有那個 清清酸 他的清就是那個 氣體的那個清 然後下面一個 清色的清 然後再來是 心理辣 假如色法的清 清清酸呢 如果咬中毒的話 就可能會咬是 噁心吼醋啊 所以 素素一定要把它煮熟 知道嗎 他不可以生吃喔 其實這樣很多芋頭 好像很可能就生吃 嗯 對 好像他也是 對 對 對啊 想要有效率的把它去除它的皮 給它拔皮 把它當醜人再削就死了 他下面好像 這一塊都要切掉 很硬 很安切 摩下的 可能因為我們要打開 是吧 對吧 對吧 不好抽 好 這可能在我們家平常很常上演 需要一點 力氣 來 來 做這根素素 湯 別 湯 你們要缺缺 怎樣刀子飛過來 不會 站起來好了 做得很難 一直 不適合 不適合俗女的動作 不適合俗女 做得太 你知道嗎 西藥 吃根 我們不能做本湯 吃根湯 我們不能做本湯 然後切 這樣一小塊 平常壓力有多大 我就是 看了就不要惹我 聽到沒 然後盡量給它切的 就是 一樣大小的 會製下比較好適合 那至於糖要加多少呢 我覺得就是看自己的喜好 沒有說一定要加即刻的糖 好了 大概這樣就是 好 那我們就要去 給它出去做 首先呢我們就等水滾了之後呢 再把它放進去 過去裡面 它是水喔 噴到我了 這樣嗎 怎麼沒有 怎麼可能 然後等它滾了 它就是會一直弄黃泡啊 然後會變顏色 它原本白白的 後來會變黃色的 然後我們就再等下 開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拿一支叉子 然後插插看 如果它有插的問題 會不會太熟了 噢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再加 紅糖 固定一定要有什麼糖就 糖 不要紅糖或者是什麼黑糖 炸糖的味道 適量的糖 完成 再等它滾一下下 然後再關火 起鍋啦 那我們就 來請大家試試一下 登登 煮好了 有點燙 剛剛好不會太甜 但是也不會煮不甜 我覺得這個甜度我OK 然後 很好吃欸我覺得 我覺得素薯要再軟一點 可是我覺得蠻軟的 可能要再煮一久以後更軟 你們小時候有吃過嗎 對啊你們有吃過嗎 台灣幾天有 就吃過甜湯 就素薯甜湯啊 素薯甜湯啊 這是他家的 你是台灣人 我們賠儀十高啊 我們賠儀十高啊 那你覺得我們做得如何 不是 他們沒有比較 還有人覺得很妙 你常在加糖嗎 整包糖拿 整包糖 對 好我去拿 整包糖加 有多少 還是你要加牛奶 這樣就可以吃嗎 可以啊 非常加牛奶 就是奶茶 大家奧差到 我們也沒有了 已經讓他去應該去的地方 哈哈哈哈 這個味道 有點像菱角 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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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菱角好像有一個 菱角變成綠 有一個深深的味道 但是這個沒有 那個燒味啊 菱角不是一個燒焦味 燒焦味 燒焦味 不是不是 不是 他們昨天賓豆漿也說 我覺得菱角 菱角跟他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菱角它多一個就是 根莖類的那種味道 對 它又更重一點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有 藉在那個 它也是菱角的 其實它那種根莖類的味道 特色 然後 好像地瓜的話 不會像 那個那種重 對 然後地瓜它有黃的跟風 我覺得兩個都很好吃 那這 以上就是我們 自己做素素的過程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訂閱 開啟小鈴鐺 Adiós